Ayo 聊世紀 體驗榮心 大家好 我是Layoh 今天來看賽爾特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套比賽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擁有把握速度最快的文明特性 步兵的移動速度也是有戲裡面最快的 工程器的攻擊單位也是... 這攻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血量也是工程器裡面最多的文明 所以賽爾特人在一些陣地戰或是一些特殊地圖來說 算是一個不錯的文明選擇 接下來介紹一下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騎兵單位 有人口減免的精冠技術 喬治亞人他的強化教堂 也可以影響16個周圍附近的村民 增加10%的工作效率 所以喬治亞人的經濟加成 可以說是在城堡時代開始會比較明顯的增長 雖然開局有一台免費的羅車 但這台羅車只能拿來探土 沒有辦法去招降 馴服這些民養甚至不能趕入 所以他這個前期的經濟加成 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但是他在一些打法來說的話 他可以在前期開下更快的均勻 去進行三棒棒壓制 算是一個好處 因為你不可以省下一個伐木場的資源 當然這樣是競技場地圖的關係 所以不太會出現這種前期的棒棒快攻 好 那競技場地圖的話 應該稍微介紹一下 中間會有五個聖物 那這五個聖物呢 都是在城堡時代 是兩家相爭的重要資源 所以通常都會打一個肉馬 配上生女的開局方式 不然就是要去放棄這五個聖物 然後直接3TC開樓 然後打一波樹上帝王時代 然後壓寶 然後把這五個聖物搶回來的一個戰術策略 現在大致上分為這兩類 所以現在就要來看 兩邊的一個分屍打法會是怎麼樣 那賽爾特跟喬治亞 會不會有那種快攻類型的打法 其實硬要說的話其實是有的 尤其是賽爾特人 因為賽爾特人這種生頭戰術 特別厲害的文明 他在城堡時代初期 是可以考慮打生頭前壓 給喬治亞壓力的 那實際上是比較多打正常開局 還是比較常見的 因為高聰我們都知道 這種方式打新手可能還有用 但打這種職業選手 世界冠軍等級的玩家 可能就不太有力了 所以應該還是會正常打 我會繼續做 好 好 那這邊看到 Hera 這邊是打了6個人 拔木 打7個 27人口 那現在 競技場來說 打23P或24P加2都蠻適合的 當然比較穩定的話是25P喔 那這邊兩邊都選擇23呢 23人口加2的方式 就是偏早一點 那為什麼人口越多會越好 是因為 你人口越多的話 才可以因應各種其他突發狀況 例如遇到對方突然潛壓生頭 村民術經濟會好一點 當然越早上去有他的優勢在 好 那這邊看到 Hera這邊是點下了 封建史代 喬治亞這邊是 升級比較慢了一點 慢個幾秒而已 肉馬都在這邊 換了換去也沒有出去 怕升級比較慢對手 那升好的話 肉馬就可以出門 這裡是補下兵工廠跟市集 Hera這邊的肉馬 控制很細節 只是平常大家看RP 可能不會注意到 Hera這邊是等到封建史代 才出門的喔 避免打出自己的 肉馬升級的加2攻的傷害 因為如果你黑暗時代出去 結果 對方比你早生封建史代 就肉馬升級比較高 就血量上的劣勢了 現在Hera都打得很穩定了 不像以前就是 有太多這個無意義的操作 現在都是打一個 基本 有意義的操作 然後手勢又快 這就是 年輕的Hera 的一個優勢 它已經具備了很多 大後期的觀念 跟這個 穩定的操作 唉唷 直接開門 這裡補下了軍營 這裡也要再補一個馬舅 但這邊是四級開喔 所以有可能賽特是走槍兵路線 然後配僧侶 而不是肉馬配僧侶 打出自己的文明優勢 由於步兵移動四度快 所以在這個競技場使用槍兵防守 是可以理解的 唉唷 結果過來打生頭嗎 唉唷 看來YL對這個文明的理解 還是相當 有料的 好 那來看一下YL的 競技場 生頭 會不會厲害 通常是槍兵配 投石車 衝車 生鋁的話 可出可不出 但競技場來說的話 是一定出的 你的生鋁 不只是可以給對方騎士壓力喔 還可以去檢視任務的 所以這邊剛好再補一個修道院 看這邊木頭有點極限 然後再繼續按一台衝車喔 全部投石車 好 喬治亞這邊是雙TC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增加一下伐木跟這邊農田 還有挖金礦城村民的工作效率 好 這邊可以看一下喔 車門要被突破了 投石車出來 第一發打下去 唉唷 殘血 沒想到這把可以看到久違的賽爾特 競技場 是生頭戰術嗎 這差生鋁了喔 OK 這邊終於突破了 賽爾特人這邊沒有打算要按生鋁 而是槍兵 那應該要再補一個均勻才對喔 好 這邊投石車沒有換成功 HERA損失了第一台投石車 喬治亞現在打這個生頭戰術 其實也沒到非常好打 最主要是 他的生鋁也沒有到特別強 雖然也是有這個 救贖思想 稍微研發的話還是可以了 還是可以用了 但是他在前期的那個 城堡是在初期 強化教堂 耗費木頭比較多 嗯 聰明直接硬上 我們來看一下 唉唷 就掉了 這邊聰明 直接手撕 有機會嗎 好像要修回來投石車了 這四隻聰明直接上前 後面弱馬一直在爆打 哇 看起來是打不贏 HERA這邊直接損失了四村 我覺得還是轉生鋁會比較好耶 HERA要不要轉一下呢 那喬治亞在打 生鋁的狀況 城堡實在會有個問題 因為他們有贖罪思想 所以很容易被對方有 有贖罪思想的文明特性的 這個打法 給壓制住 這是我說他不太強的原因 是這個原因 怕有人會誤會 啊完蛋了 被串燒 串爛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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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後面有一台銀炮 HERA可能沒想到 有銀炮的話絕對不能這樣打 好猛啊 WILE的生鋁 這個生頭戰術 也沒有生鋁了 投石車戰術 繼續壓制耶 繼續給壓制 那這邊開3TC 就顯得比較沒意義一點了 因為他會這邊一直斷層 一直斷層 一直斷層 斷到他花一個人生 農田要再多灑一點點 那現在盲子在控前線 現在HERA被拆掉了一個城鎮中心 後面有多開一個 現在是雙TC 開農 寸禮處跟WILE是持品的狀況 這邊農田可能要繼續灑 所以 馬修轉出來 不在家裡 而不是不在野外 大的還算是偏謹慎的 好 這邊槍兵移動速度真的好快 這就是賽爾特人阿 一直追著跑 哇 跑速是1.55跟1.11 1.10吧 1.15喔 差0.05 後面這邊是繼續往前 先拆巧花教堂 不轉生鋁嗎 然後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好 敲架這邊轉了一些肉碼 但還沒有升青奇兵 好 這邊操作繼續往前 去留這邊長槍兵 好 這邊集結 然後升青奇兵的話有點困難 哇 這裡還偷一個輪軸 還沒有先升青奇兵 HERA不會被制裁嗎 人家大軍壓緊 還在偷經濟科技 哇 真的被串燒掉了 HERA現在是有點危險的狀況阿 再補一個強花教堂 這個黃金礦能夠順利守護住嗎 好 上面躲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確保黃金 好 這邊看到瓦尼果然在偷挖黃金阿 騎士趕快來砍一下 不知道HERA有沒有看到上面有一隻騎士 在偷村民 你終於要轉生旅了嗎 HERA 好 這邊稍微防下 投個一發 鎖過 再一發 再躲掉 哇 投實測的藝術 假的真是漂亮 好 後面騎士無雙爆砍 砍掉了四隻村民 Holy shit 這一隻騎士已經價值連城 已經不虧了 送掉也沒差 但也還沒送掉 聲音滴拉走 投實測 砸一下槍兵 這邊砸了一發 弱馬上前 投實測在反擊 跟賽爾特的秀功成器 哇 這個秀 HERA一台投實測換掉了好多單位 這裡打的確實漂亮 好 拖子車想要打生旅 怎麼會閃 好 閃掉了 那 上方有點麻煩喔 這裡要趕快補一隻生旅 去幫忙上方的 城鎮中心 騎士的騷擾會比較好 哇 兩隻都剩下一滴血啊 這個血量怎麼那麼極限 這個YO真的不轉生旅嗎 整個生旅補下血 可能也會比較好 我不知道 這是我單純個人的感覺而已 喔 這邊一換一 但是HERA確實一直在轉這個 肉馬而已喔 我這邊換掉了 肉馬這邊轉生旅出來 確實不太好啊 這個投實測 直接砸死了兩隻騎士 後面最後一隻騎士還被招降掉 損桿爆炸 YO直接被擋了下來 我之天 但這個城堡 還是可以換到一點優勢的喔 這個 黃金還可以拿下 好 這邊蓋完 直接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滴牆進去 這裡要滴兵工廠嗎 還是要滴 還是直接走進去就好了 直接走進去 哈哈哈哈 沒有想到 YO被擋下來了 最後是HERA投實車 拿到了一點優勢 等打贏 薩爾特的 這個投實壓制 確實不容易了 偏困難 喔 這時候喬治亞人 點下了帝王死蛋 好 外遊這邊是繼續開下了城鎮中心 抽名處稍微有點領先喔 這個結論來說應該不會再大打出手了 兩邊應該是進入一個和平時間 這裡補了一根城堡喔 雖然不是補正前方這個位置 如果是我的話想要補這裡 好 騎士這邊抽掉 肉麻擋下 但是這邊城堡很痛 哇 射掉所有的馬 哇 結果還在暴打 這邊喊下補一根堡喔 果然往前補了 完了 這邊有松蘭武士 其實不太好擋喔 而且這邊還是升級10代 這邊對HERA來說是一大災難 松蘭武士在這個時期很強 比騎士還多了一攻傷害 移動速度比騎士也只少了 大概1.2左右的跑速而已 好 這邊成功招向兩隻松蘭武士 但沒有關係 喬治亞這邊已經點下地龍時代 這邊壓寶 也只是暫時被壓制而已 現在HERA還是很有機會可以反制回去的 YO這邊雖然有村民上的優勢 但這邊有些村民已經開始被打了 但這邊很保守喔 把兵力全部拉走 好 地龍時代趕快按巨型投石機 前面用投石車 然後還可以點下地龍時代 這邊按村民按到忘記要取消了 看村民沒事做 這邊先拿一些單位來這邊解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這一波HERA是暫時獲得了一些優勢 YO這邊是補下了更多農田 看起來是想要打步兵喔 打這個槍兵配松蘭武士的路線 好 這裡終於低調了一個軍營 但走這個位置還是會被城堡射 而且離的城堡距離有點近 YO這邊的城堡賺到了一些村民樹 還可以再拿一村嗎 沒有彈道學 有點歪 只有死了一村 看來兵工場比較重要 好 這邊往下拉 好 村民爆 終於醜掉了 現在下方這裡還在被牙刺當中 黃金一直被挖有點麻煩 好 那看起來小王教堂兩個 重新補下 經濟還算可以 好 那帝王四代就是兩邊的 最終決戰時間點 好 這裡補下了二級 護兵鎧甲 一級弓也補下了 好 這邊頭石繼續砸 好 這邊採除作業進行得很順利 城堡一掉就可以把這邊的金礦 弓給全部收掉 好 下方這邊鬆爛武士直接往前突進 但已經轉出了火槍兵 敲鎧有火槍兵可以稍微壓制住鬆爛武士 好 這邊點下了精銳 送爛武士的升級 三級的步兵鎧甲也up上去了 第一時間收掉的是對方投資車 全部滴掉 不然這四隻全部會被僧侶給招降掉 黑魯拉這邊滴的時機算是ok的 不會太慢也不會太早 好 那目前黑魯拉點下了輕奇兵的升級 看來是有想要用輕奇兵去解掉生女的問題 這邊火槍解掉了剩下的步兵 右邊補了一根城堡 這跟城堡補的位置有點相對保守 如果說我的話會喜歡補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好像有點太後面了 能守到的東西比較偏少 不知道黑魯拉這邊是有什麼樣的想法 好 這裡點下了品種 這裡火槍 點下 一發 哇 舒服了 又賺了一台投資車 好 外遊這邊補下了第二棟城堡 好 開始要把這個松蘭武士的量產穩定起來 這裡石頭跟黃金也要趕快掌握起來才行 雖然兩邊升到地龍師帶 兩邊都有壓力在 橋架最強大的單位喔 還是這個 莫娜斯帕 莫娜斯帕算是滿省黃金的單位喔 但是現在要跟對方的松蘭武士打 而且可能會有一堆槍兵在 好 這邊五個生物被打噴了出來 所以他自己放出來 我要把生物往後撿 好 這邊肉麻過來看一下狀況 欸 你的生物出來了 有會撿的意思嗎 看來是有要撿的意思 歪娜這邊 古風爐點下 三攻也up了 欸 不撿嗎 好 上前 被松蘭武士直接集火點掉 撿了吧 歪娜點下了大衝車的升級 哇 以正面來說 現在是歪娜有力喔 因為現在歪娜是擁有非常多的 正面軍力的 好 這邊傾斜兵上前 一刀砍死一隻僧侶 除止撿生物很麻煩 再回頭再砍個一發 又擊殺了一隻僧侶 哇靠 Hera在這麼多兵跟城堡的攻擊之下 居然還可以剪掉兩隻僧侶 這就是世界冠軍等級的威力嗎 太扯了 這個細節操作 好 第三個城堡 嚕嚕嚕嚕蓋了出來 突然意識到沒有點彈道的血喔 所以Hera的落馬才可以這樣秀 好 生物還是剪到了後方 那還是相對比較近的位置 如果是我想要蓋最後面 直接失常聖物 好 後面三個 四個工程器製造手 開始打衝車 頂著進來 好 這邊鬆蘭武士還在追擊 好 把經營被控下來 吵架點下了精灌技術 然後騎兵單位的佔據人口 就會消減15% 好 莫娜斯帕我覺得還是可以出的 因為莫娜斯帕的精銳 是有近戰五點防護力 點完三防之後是八點 鬆蘭武士十八攻 所以打下莫娜斯帕總共是十點 所以要打十一下 莫娜斯帕才會死去 相對來說是滿坦的 而且莫娜斯帕的傷害可以到高達22攻 鬆蘭武士的話傷害跟遊俠是一樣的 十八點傷害 喬治亞人 打這個莫娜斯帕 跟近戰不打的話 其實優勢算是偏大的 不會說到很虧 而且他是騎兵屬性 移動速度特別快 又有主動權的 好 這邊兩邊 火槍保護在後面 打得很好 這邊是直接往上開A Hera也是沒有手拉這些火槍兵 讓他的原地開火 就不會有原地異傷的問題 細節都是打好打滿 這邊火槍兵已經擊殺掉了27隻的單位 反正下方這一排的城牆全部都被解掉了 這邊是左右開攻喔 上面也是有衝車在打 還有鬆蘭武士 這個城堡差一點就被拿下 這時候點下的淫販技術 堡壘 那堡壘可以增加劍塔跟城堡的攻擊速度 也可以增加在 鬆蘭武士在旁邊步兵的單位 可以自動回血的效果 像是擊兵或鬆蘭武士 都可以自動回血 這算是附加能力喔 實戰中不太會去為了補血去點這個 比較少 好 那喬治亞人這邊點下三攻 勝率一滴隨便點掉 火槍兵這邊的輸出還是挺優秀的 好 火槍配上莫娜斯帕 40隻的數量 巨型投石機再次架了起來 HERA這邊的壓力給的非常足夠 現在正面要打贏的YO的話 只能盡可能打消耗戰喔 槍兵配上鬆蘭武士 這個策略應該是對於他比較好 如果可以的話再轉一些奴炮啊 或投石車也會不錯 但現在YO的木頭有點緊繃 支援量其實並不是很夠 現在要消耗掉這台 這裡的火槍也不太容易 如果投石或是奴炮在的話 打這一坨火槍會比較輕鬆一點 但現在YO有點節節敗退囉 三攻補下 第三級的馬卡也升級上去了 直接打完 這裡補下了七個軍營 大水魚補完了城堡最下面的射程 這樣就可以射到城堡底下的單位了 喬家在邊轉出了大陸馬 工程持續進行當中 YO並沒有花太多臭名去修理城堡 好 後面補下一個新的城堡 這樣就是確定喔 就是後面還是要接續打松蘭武士 要有一個穩定的產能戰 這邊松蘭武士上前跟莫達斯帕正面突擊 兩邊的大軍正面相接 莫達斯帕的數量非常多 直接彈出傷害後面火箱出出非常開心 YO打出了聚聚 哇 最後是由 HERA拿下了正面的勝利喔 因為這裡不跟他打消耗的話 這個喬治亞的莫達斯帕 這個軍事單位會越來越多 一定要一直跟他交戰交戰交戰 然後盡可能消耗他的單位才行 如果跟他打一波的話 通常是打不贏的 後面這個火箱兵也沒有辦法避時間解決 畢竟沒有火槍喔 沒有這個投石車或弩炮 當然有 弩炮或投石車的話 也不一定能打得到 畢竟HERA的騎士 有這個機動性的單位優勢 可能要打一些被動陣地戰 可能會更好一點喔 主動出擊 似乎不是一件好事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喬治亞人 輸掉了非常多的資源 大概輸了3000多 YO這邊的資源是黃金贏了很多 我們Jerry可以看到 YO這邊的食物跟黃金是有點爆量的 這就意味著說 他的鬆爛武士的數量 並沒有爆到最多 這個交換資源 交換的並不是那麼徹底 所以最後被一波打倒 是有點可惜的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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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